臺灣在三個月內兩度有陸籍人士偷渡來臺 上週六一名陸籍男子王旭坤偷渡到領口 而在今年六月也有自稱是前共軍艦長的 阮芳勇闖入淡水河扣 兩個人究竟是投奔自由 還是中共在測試灰色行動 國安單位持續關注 又有中國偷渡客來臺 14號清晨陸籍男子王旭坤駕駛小艇 從臺灣領口上岸 被逮時已經嚴重脫水 隨即被送医急救 後來遭到羈押禁艦 他自稱是3D動畫師 因為在中國投資比特幣欠债累累 才決定逃往自由地區 並從浙江寧波出發 在海上飄行五天 近期的偷渡還不止這一件 今年六月同樣來自中國的阮芳勇 也駕駛快艇闖入淡水河口 他自稱是前共軍艦長 近日開庭時 他除了遞交中共軍事機密資料 還有媒體曝光 他從看守所內寄出的手寫信 強調中共70多年來給中國人民帶來各種災難 沒有理由不推翻這樣的邪惡組織 針對阮芳勇的偷渡事件 中共國台辦低調回應稱是個人行為 若回國將依規定懲處 不過雖然兩人都聲稱是要投奔自由 但他們登陸的地點 都是臺灣軍方的敏感地區 也被懷疑中共是否在以灰色地帶測試臺灣 兩岸之間的交流 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作為基礎 那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也有對我們自己國防安全 最重視的一個保障 那我希望我們的海巡 以及我們軍方都能夠如實地來執行這個任務 主管海巡的海委會主委管閉林則說 偷渡事件海巡沒有人為舒適 但國家海防需要大幅提升 除了勤監真系統與無人機系統要升級與部署 也要增強海防韌性的各種方向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冠玲 李易鴻綜合報導